大家好,我是Erika,我们今天又见面了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呢,主要会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开始我还是会为大家进行本周的教育资讯的解读 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的重点主要是在私立大学方面 那么我先会为大家分析一下私立大学它的优势都有哪些 接下来我会为大家分享私立大学他们在招生的时候 和公立大学招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关注点有什么不同 那么今年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那我们私立大学今年在招生的时候 它的考察点又有什么变化 最后是我会为大家分享今年私立大学申请的注意事项 首先本周呢,当然我觉得除了这个大选之外 我们最大的两个跟教育直接相关的新闻 就是一个是关于我们这个Prop 16 的一个投票结果 还有以及就是UC对这个标划成绩方面的一些政策的变化 那么针对这个Prop 16 是最终在就是很多的 我们的这个义工的努力下 是以大比分大的这个选票 最后是没有通过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接下来就是UC他在这个录取的过程当中 他还是至少说从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他没有办法就是把种族把肤色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因素之一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UC一直致力于扩大他这个学校的diversity 然后会通过各种就是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考虑你的这个context 包括会reach out to这种underrepresented communities 然后来试图扩大他的这个校园的diversity 但是至少从这个他的这个录取的评估标准来说 这个肤色目前来讲还是不能够作为这个考量的因素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UC他在标划方面的一些变化 就是所有的UC campus 所有的九个campus 已经全部都不使用SAT 或者是ACT作为这个评估的考量了 也就是说即使是你提交了 那么学校他也是看不到你这个成绩的 所以是完全不看了 那么可能有的家长会问 subject test有没有任何的变化呢 那么实际上SAT2其实也是有一些变化的 只不过呢目前的变化没有完全的就是把它取消掉 那么目前来讲我们还有两个campus 还是可以选择提交SAT subject test 一个就是berkeley 那么如果你是申请这个berkeley的college of chemistry 或者是还有berkeley的这个engineering 那么学校它是建议你是要提交两门SAT subject test 一个是math level 2 还有一个呢是一门science test 那么这个可以是biology 可以是chemistry或者是physics 就是和你自己需要申请的这个专业相近的 一门science test就可以了 那么有同样要求的还有UC San Diego的这个school of engineering 那么除了它school of engineering之外 如果你是申请biological或者是physical sciences的major的话 也是同样建议你提交math level 2和另外一门science test 那么除了这两个campus之外 其他的campus都没有针对任何的学院或者任何的专业 有这个提交subject test的recommendation 但是它和SAT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说subject test仍然是optional 也就是说如果你提交的话学校还是会看 但是与SAT和ACT就是你提交了也没有提交了也不看了 OK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私立大学 因为我知道基本上对于我们州内的学生来说 UC是我们基本上大家都会就是考虑的一个option 但是与此同时呢私立大学也是有它非常非常大的优势的 那么我这里为大家总结了11个点吧 这些都是私立大学的优势 首先一个就是说私立大学它不管再大的学校 实际上它的这个师生比保持的都是非常低的 像一般比较好的私立大学师生比不会超过1比15 你比如说像南加州这样的私立大学 这算是比较大型的私立大学了 学生有2万多 那么这种大型的学校实际上它的这个师生比 其实才仅仅只有1比8 所以是非常低的相比UC的这样的一个动辄1比20几的这个师生比 那么师生比的这个好处就在哪里呢 就是说你可以得到教授更多的关注 然后你可以有更多的这个accessibility to这些faculty resources 那么师生比同样就是连带着就是私立大学的它这个小班制 小班制一般来讲其实私立大学大部分的学校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学生的平均人数在这个二十几个人左右 甚至还有更小 那么它的这个大课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 可能有的学校有那么一两门 甚至就是大部分私立学校就没有就没有这种大课 所以小班制对于一些可能在学习上面 更喜欢这种互动更喜欢参与的孩子 更喜欢讨论的孩子来说 小班制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这样可以让你学到更多 就是你学的东西会更扎实 你吸收的会更多 相反如果说是有很多的这种大课 像你比如像Berkeley的这个compete science 101这个大课 几百人上千人坐在这个大的这个演讲厅里面听 那么真的就是能学多少就靠你自己了 那么所以师生比低小班制 教学质量就是肯定会有所提高 再加上实际上私立学校里面 其实很多像比较好的 比如说藤校或者说哪怕一些前三十的这种私立学校 实际上他是非常注重于本科学生的这个教学质量的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看一个学校的排名 其实往往并不能够完全的直接和他的本科教学质量挂钩 因为我们知道排名里面 他很大一部分的比重是这个学校的科研实力 所以其实有很多教授 他可能科研很强 他很喜欢搞自己的科研 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兴趣来教课 或者说他其实本身教课教的并不好 这种情况在公立大学里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那么在私立学校 至少就是说教授他会投入更多的精力 来教本科学生的这个本科的课程 甚至很多有一些是这种lower division的这种课程 教授都是会取精心精力的教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私立学校里面 很大部分的课程 甚至说是比如说像Sennacara 100%的课程都是教授来教的 那么在公立学校里面可能有些这种 大一大二的这种基础课 就是由这个研究生的TA来教的 所以这个教学质量 教学体验是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 那么私立大学还有一点好处 就是选课转专业 非常非常的灵活 这点不仅仅是限于这个同学院之间的转专业 甚至是跨学院都是非常灵活的 比如像有的学生说 我就是我想申请的时候 我不申请工程专业 那么我进去之后 还有没有可能再转到工程专业 那么我想说的话 这种情况下其实在公立学校里面来讲 是比较困难的 就是说你要从一个 less competitive less impacted major 要转去一个impacted major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在私立学校 因为一个它本身人少 二一个就是它配置多 资源多 所以甚至有的时候 你比如像BU啊 比如说像还有一些 像Rensseler理工啊 就这种学校 你其实哪怕是你要 想去转去这个工程 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当然更好的学校里面 你比如像Stanford 那转专业就是填上纸的问题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灵活 那么当然就是私立学校 它的这个学习和生活体验 这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主要是就是从它的 各种的这个facility 因为本身就是学校 它的资金很充裕嘛 所以说它的各方面的设施 都会都会很好 那么就是你的这个教育的体验 是不一样的 然后课外活动 也是会有很多的这个 不同的选择 那么同样也是 就是私立大学 它因为它是主要的这个资金来源 是来自于校友捐款 所以对这个政府的依赖性 会比较会比较低一些 所以在学术方面 它的这个自由度 学术独立性也会更强 那么资金雄厚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那么其实很多的这个学校 它的这个资金就决定了 它在很多方面的一些投入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私立大学对你在升学和就业方面的一些准备 那么私立大学 像好的私立大学 它首先就具备这个品牌知名度 就是很多的这些知名企业 他们在招聘的时候 就是很多就是要从这些 知名的私立学校里面 就是像他们的target school 比如说像哈佛大学 至于这个麦克锡咨询中心 或者耶鲁大学 至于政府机构 MIT至于科业领域 这个企业 他们在招聘的时候 也是会看你的这个 学校的一个品牌知名度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关于私立大学的这个校友资源 那么私立大学的这个校友资源 这个其实是 我们可以就是想象到 因为就读私立学校的很大一部分学生 他的这个家庭收入都是中产以上 甚至是不乏有很多的这种 商二代呀 正二代等名流子女 所以说就是学生 他在这个私立大学里面 可以搭建起非常好的 这个network 这个校友资源 当然因为本身 私立学校 它的这个class size也很小 所以就是同学之间 更容易建立起 这种亲密的 这种校友的情谊 所以这个对 毕业之后 我们在就业各方面 实际上都是 都是非常有益的 再加上因为有很多的 这个校友资助 所以这个私立学校 它很多时候 它的这种community的这种感觉 会更强一些 大家同学之间的这个关系 会更紧密一些 那么最后一点 就是私立大学 实际上它的学生群体 会更加的多样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没有考虑到 州内州外学费的这个原因在里面 所以实际上 它的这个学生 是来自 整个美国各个州 来自海外很多 其他的这个 各个国家的 那么相比公立大学来讲 绝大部分的公立大学 它的本周学生 其实是占了 它绝大一部分的 这个学生群体 那么实际上 在私立学校里面 并不是这样 就是学生都是来自 四面八方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私立大学 它的优势 是公立大学没有办法来 来给予的 OK 那么我们接下来 要说的就是 关于私立大学 它的这个招生评估了 那么实际上 招生评估的这个过程当中 每个学校 它是有不同的评估模式的 评估流程的 那么这里呢 为大家大体分为了 这种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 committee-based evaluation 那么这种一般来讲 是常见于私立学校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committee-based evaluation 它involved的人多呀 它的这个 很多人 很多人参与的是一个committee 然后再加上私立大学 它相对来讲 比如说 像UCLA 动辄就是 十几万的学生申请 对吧 那么私立大学 好歹也要少一些 一般来讲 也就是 多则就几万人 少的可能几千份申请 所以 它的这个评估流程 是更加 更加细化的 那么另外一种 就是traditional reading 那么这里也会为大家 仔细的介绍一下 这两种评估的方式 那么像第一种 私立大学常用的 committee-based evaluation 一般来讲的话 他们是首先 比如说 会有一个 这个regional的 一个admission reader 那么这个admission reader 它通常来讲 是比较有经验的 然后它会负责 整个这个region 比如说 我就负责 这个北加州 这个region 所有的这个学生 所以它对 这个北加州这一块 每个学校 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边的一个教育的环境 它都是非常了解的 那么与此同时呢 它还会带一个 它的副手 那么它的副手呢 一般来讲是 稍微来讲是新手一点 没有那么有经验的 那么第一轮 会两个人匹配起来 一起来 一起来读 一个学生的申请 那么这个主要的负责人 它会看学生的 这个成绩单呀 然后会看学生的 这个school profile 它会对学生的 整个这个大的一个context 会有一个 非常准确的一个判断 那么他们的副手的话 会读学生的essay 会读学生的这个推荐信 所有的这些软性材料 那么读了之后 两个人会一起讨论 会一起交流 然后会一起写一个 针对这个applicant的 一个summary 那么有的时候 可能一些明显 没有竞争力的学生 就在这里就止步了 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 学生来说 觉得还可以进入下一轮的 那么他们都会送到 下一轮去 那么下一轮就是一个 committee的一个evaluation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就有很多人了 少的可能有四五个人 多的一个大的committee 可能有十几个人 这个每个学校就不太一样 那么这个committee里面 一般来讲就是 除了这两个admission reader之外 当然还有admission dean 然后还有其他的admission readers 然后有这个 甚至还有学校的faculty 那么大家都会做到一起来 然后这个第一轮的 这个admission reader 就会来介绍这个学生的case 完了之后 大家会一起来讨论 甚至在讨论不下来的时候 会一起 再把这个学生的申请拿出来 大家一起来读 再一起来讨论 最后就是大家一起来投票 基本上就是如果这个学生要录取 是要得到整个committee 所有人的同意 才能够被录取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 真的是一个非常comprehensive的 一个评估流程 那么其实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和我们在帮助学生的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有一点相似的 那么正是因为某一个学生 他的申请不是说某一个人 读了就算 所以其实我们在给学生 就是辅导 他们申请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非常的 就是讲究这个团队的写作 peer review 因为我们想尽量的去还原 这个committee based evaluation 就并不是说 所以我们某一个人就说了算 因为某一个人 他可能会有一些bias 他可能会有一些盲点 所以我们会把 我们每一个学生的这个文书 在订稿之前 我们顾问老师们都会坐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讨论 大家都要反馈 大家都觉得可以了 我们才可以 我们这个团队也会对 这个学生的文书 大家都会一致的会 提出一些反馈 提出一些意见 那么这个时候 那学生就知道说 哦 原来大家都是这么觉得 那可能我真的是 还有需要在改进的地方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 团队的模式来讲的话 基本上 像我们几个人加起来 几十年的经验了 这个就是说 能够确保学生的 这个最后的申请 一个最佳的质量 来把它呈现在 招生官的面前 那么另外一种 就是traditional reading 那么这种的话 就是 有很多 就像公立学校 他会使用 你比如像UC UC说了 就是说每一个 每一个学生的申请 至少要读两遍 那么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到 就是说 对于UC 像这种公立学校 这么将近 十万人的 这个申请 对吧 UCLA十几万 UC San Diego 也得将近十万 就是这样的一个 申请的数量 那他们 是没有 就是 没有 没有这么多资源 然后来 和时间来 坐在一起 大家讨论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甚至会 招很多的这种 part time的 临时的这种reader 那有些reader 其实就是 就是研究生院的 学生了 大家 就是 叫进来 然后进行一些training 然后开始读 那么基本上就是说 我一个人 把整个申请 通读一遍 然后另外一个人 通读一遍 然后大家说 通过不通过 基本上就这样 如果说 这中间有一些意义 OK 那么有可能 再送到 这个下一步的 更多的人 这样的一个 进一步的讨论 所以私立大学 它的在这个 整个评估的过程当中 会更细 当然了 实际上就是说 也会更selective 接下来 我也会为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私立大学 和公立大学 他们在录取的过程当中 这个考察点 有哪些不一样 那么我这里 给大家列举的 这些点呢 基本上就是说 适合公立大学 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一样的地方 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比如说这个学生的 这个成绩单 对吧 成绩 我选的课 我的学术强度 那这个 任何一个 就是selective的一个学校 都是会非常非常的看重 所以这些是一样的 那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一个就是 学生的这个文书 那么私立大学 当然私立大学 也是有分不同的 这个tier的 对吧 那么我这里主要是 以这种 比较selective的学校 来说的 那么这种 selective的私立大学 它在看学生的文书的时候 真的就是会比 公立大学会更讲究 那么公立大学 你比如像UCE 基本上就是说 我把我的这个 要点要说到 要说清楚 那么除此之外 你像UCE 你语法方面有问题 或者说是 你文章 啪的一整段贴过去 可能这个 就是对你的申请 也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UCE 它也是 不care这些东西的 但是如果说是 换做一个 换做私立学校 你比如说像Stanford 比如说像 其他的一些藤校 那么不仅仅你这个 文书要的内容好 那么你的这个 写作的能力 写作的技巧 写的漂不漂亮 当然语法 那有的时候 那有的时候申请当中 出现一两个typo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有 比较明显的 一些语法呀 或者 细之末节的问题 那么这些 就可能会 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除了文书之外 就是还有这个 整个 私立大学 它看重申请人 和这个学校的 匹配度 那么因为 其实对于 私立学校来说 它真的是 更像是一个 怎么说 一个一个 小而精的一个 community 所以学校 它在招生的时候 他们叫 craft a class 就是说 要打造 打造这个 新生的班级 所以 他会考虑 很多的方面 就是 你到底 合不合适 你和他们这个 学校的 这个气场 合不合 气质 匹不匹配 这个是他们 更看重的东西 那么相对 公立大学来讲 基本上 如果你的成绩 你的这个 文书 你的 课外活动 基本上 有 差不多 就行了 因为太大了 太多人了 就是没有办法 去讲究的 但私立学校 就不一样 就是非常非常的 讲究这个 fit 这一点 selective的这种 综合大学是这样 那么文立学院 也更是这样 那么除了这个 就是推荐信 大部分的公立 公立大学 知道 像UC 比如像外州的一些 华盛顿 比如像UNUC 就这些学校 他们都是不看 推荐信的 但是私立学校 就不一样 就是基本上 大部分的 特别是 越selective的 私立学校 他就越会 看推荐信 而且推荐信 还不止一封 而且就说 这个推荐信 实际上 还会起到 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有的时候 这些名校的招生官 他们不是说 只听听 你自己嘴里说的 他们还要从 这个第三方来 佐证 那么甚至是 有的时候 在这个推荐信里面 可能学校 还有进一步的问题 甚至会打电话 到你的学校 去核实 这些都是会发生的 所以推荐信 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下一个 就是其他的一些 我们叫这个hooks 那么这些就包括 包括你是不是 这个校友的子女啊 包括你是不是 运动员啊 包括你是不是 教职员工的子女啊 这些对于 私立大学来说 的的确确是有影响的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 好多私立大学 他的这个 ED的这个 好像录取率很高 但是实际上 其实有的时候 不要过于的乐观 因为这里面 基本上有很多的 这些legacy的申请人 有很多的athletes 好像特别是athletes 他们是要求 是要他们要申请ED的 所以这些你都 就是作为一个 传统的普通的申请者来说 是没有办法去 去compete 当然有人说 那这样的话 我走运动员路线 其实我告诉大家 运动员路线更难走 因为就是对于这些名校 他们的 你要去参加他们的 真的是更加的compensative 所以这个 真的是要看自己 适合什么样的道路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demonstrated interest 这个也就是说 你对学校的 你对学校多感兴趣 但这个的话就要分了 并不是所有的 私立学校都看 因为对于最顶尖的 那些私立学校来说 他们是不care的 因为他们已经有 足够的学生来申请 甚至是录了之后 他们也非常非常的 有信心 你像 你像Harvard Stanford 这种 Yield rate 就是最后的这个 enrollment的这个rate 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几 就基本上我招了之后 我有百分之八十几的学生都会来 那么所以他们更不care啊 对不对 你敢不敢兴趣 我们都是抢手货 对不对 我们根本不care 你的兴趣是什么 但是对于一些 还比较 想要招生 或者说是 less competitive的学校来说的话 那么实际上 你的这个 demonstrated interest 是可以给到学校 一记强新增 是可以帮助你 就是说能够 在这个录取的过程当中 加分的 接下来我也想给大家 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我们可以来 看一下 就是这些每个学校 它的一些 具体在录取当中的 一个考察点 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这些都是根据 就是每个学校 它report的 这个官方数据 那么我们可以看 比如说 以这个Stanford为例 那我们看到 academics方面 跟academics有关的 所有的area 都是very important 比如说你的 这个secondary school的 这个rigor 你在整个年级的排名 你的GPA 你的test score 你的asset 你的recommendations 都是very very important 然后还有 你的课外活动 你的talent ability 然后你的这个personal quality 这些都是very important 那么其实对于这种最顶尖的学校来说 会招一些 gifted学生的 所以你像如果你在 不管是在体育 在visual performing arts方面 如果真是有这种talent的话 那么学校是 学校是非常非常看的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他们会考虑进去的因素 就是有包括像面试 然后包括你是不是first generation 这个是他们会考虑的 包括legacy 你看这里alumni relation 就出来了 包括你的geographic residence 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 就像我前面说了 这些私立大学 他们是在craft a class 他们希望自己的这个class 是diversified的 所以你比如说 如果你真的是来自于这个 Idaho 或者是West Virginia 那么这个学校 刚好还没有这个州的学生 有可能他们就看上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学校会考虑到的 一些因素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就是你的volunteer work work experience 这些都会看 那么像stanford 就像我说的 是不会考虑你的demonstrated interest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私立学校 Cornell 也是同校 而且也是一个top 20的一个私校 那么没有stanford 那么的selective 但是呢 总体来讲 录取是非常难的 那么这里 看着基本上 跟academic有关的 都要看 那么Cornell呢 他对你年级的排名 稍微来讲 没有那么的重要 仅仅是important而已 然后其他方面都一样 都一样 都是就是会被考虑进去 OK 然后那我们可以和这个公立学校 做一个对比 我们这里给大家 找出了这个UC Berkeley的数据 对于UC Berkeley来说 那么当然你的这个school record 你的GPA 然后你的这些asset都是very important的因素 那么standard assess score 这个已经是不被考虑了 所以这个 因为这个是就是2019年 他们出来的数据 那么明年 我们再看这个数据出来的时候 就肯定是not considered 但除此之外 你的class rank 然后你的这个recommendation 都是都是not considered 包括extra career activities 你看 这个characters 都是important 都不是very important 包括你的talent 是not considered 所以 当然就是说 你如果说你有特别 你方面特别强 这个肯定是加分 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说 就是说 像公立学校 像UC这种 他在评估的过程当中 不会因为你是运动员 或者说是 什么就 好像 就会额外的优待 first generation 这个是肯定要看的 对吧 UC对于 UC来讲 就是diversity 也是number one 所以他们会reach out to first generation low income学生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 但是像其他的 你就是 你是不是 校友子女 是不是这个 学校教职员工的子女 这些都是不看到 但是volunteer work和work experience 这个是 是比较重要的 好 然后呢 还想跟大家再对比一个 是没有 没有那么selective 但是也是我们本地 非常受欢迎的一所私校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在评估的这个过程当中 考察点又不一样了 那么你看它 基本上very important里面 就是学校的这个 你学校的成绩单 essay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recommendation就 没有那么重要 就稍微好一点 standardized test score 也不是说那么看 class rank 也不是那么看 对 但这个学校也是比较注重 就是你的这个volunteer work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 其他的 课外活动啊 talent啊 personal quality 包括你的这个 校友的这个legacy 像私立学校 很多都会看 你的这个legacy 是一定会看的 那么因为这所学校呢 它的这个 Jesua的这个背景 所以它是非常看 学生在社区方面的 这个involvement 所以你的这个 volunteer work 是学校会考虑进去的 一个因素 OK我们对比完了之后 那么我主要想说一下 就是今年这个 疫情的情况下 私立大学的考察点 有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其实是 挺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影响 还是蛮大的 其实今年就是这个 私立大学 他在评估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真的是面对了很多 信息的缺失 和往常完全 完全不一样 那么首先一个 就是成绩单 11年级下学期 对吧 整个成绩就 就没有了 张生官他在看的时候 他可能会 他可能会更仔细的 来寻找就是你 到底你的这个成绩如何 你到底这个 academic 如何 所以你像 你像我们的学生 那我有个学生 就是因为他这个 下半学期的 这个成绩缺了 所以我会建议他说 我们能不能通过 校外的一些资源 提高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GP 当然了 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如果说 你已经是在 申请了这个阶段了 那现在是TULE 但是如果是 今年不申请的 学生来说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下 就是你应该 怎么样去规划 怎么样来 尽可能的利用 一切资源 来提高自己的 这个竞争力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需要 仔细的去考虑的 那么第二个 就是标划成绩 那么现在基本上 所有的 斯立大学 至少对于今年来说 都是Test Optional Test Optional 那Test Optional和 Test Blind 其实是还是不一样的 Optional就是说 你可提交 可不提交 如果你不提交呢 那么学校不会因为说 我不提交这个成绩 我的申请就不完整 或者说是 就对我的申请无利 但是Optional 还有另外一面 就是说 如果你有成绩 而且成绩还比较好的话 那么 Please 请提交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本身就有很多的信息 就缺失了 所以 哪怕有那么一点点 可以帮助到你申请的东西 都请你去提交 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学生 真的是花了很多的精力 在准备 然后又报名 然后又取消 然后又重新调整 好不容易考上了 考上的不错 就现在UCF看了 那么我觉得 你在申请斯立大学的话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成绩 那么 一定要提交 因为这个是可以帮到自己的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文书和推荐性 那就跟我说的 因为很多东西的缺失 所以 真的是 学校都是拿着放大镜 来找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 能够证明你是有潜力的 你是适合他们学校的 所以文书和推荐性的质量 也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 这里大家可能会说 文书我要怎么怎么样打磨 那推荐性我也没有办法呀 对吧 老师写什么我也不知道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其实对于我们学生来说的话 哪怕是这种第三方的资料 也是可以去准备的 那么我们会告诉学生说 你怎么样去挑选你的推荐人 你什么时候去和推荐人接触比较好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和推荐人接触比较好 包括 老师在准备推荐性的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每个老师就说 好吧我就来帮你写的 实际上很多时候 我们是可以给老师提供材料的 那么这些材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 很多时候会决定老师最后的这个推荐性质量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推荐性 就是完全eliver control no 很多东西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去准备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面试 那么面试像今年很多学校 它就增加了这个环节 因为就是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来了解这个申请人 其实面试对于私立大学来说的话 并不是一个很surprise的一个要求 就很多学校 它其实都会鼓励你面试 那么这个一方面来讲 是学校向推荐人介绍更多的关于学校的一些信息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展示你个人特色的一个机会 然后个人品质这个就不说了 这个学校那么就是会通过你推荐性通过你的文书 然后来看你这个人是都有哪些方面的特质 然后就是对学校的兴趣 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对于今年这个情况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疫情的发生 然后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学校它也慌啊 它也乱啊 那么我怎么样来manage我的这个招生的过程 因为往年我们可以根据过去的这个历史数据来预测 但是你像今年 像今年入学大一新生 很大一部分很多的学生就直接defer了 有的defer一年甚至defer两年的都有 那么接下来 OK那么下一年我们应该怎么招 招多少人 对吧 那么包括学校的经费 因为疫情的缘故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很多学校是缺钱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对学校的这个兴趣 其实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兴趣其实有几方面的一个表现方式 一个你比如说是通过这个ed的方式 对吧 那像学校表决心 招了我就肯定会来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学生的这个校园的这个visit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 那么有的时候 有的学生比如说他从来没有和这个学校建立任何的联系 然后突然就申请就提交了 那么这种对于我们来说 这种叫steal the application 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像偷袭一样的申请 为什么 就因为你之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 完了啪一个申请递过来 这种情况下 学校对你是非常非常的uncertain的 因为他不知道就说 我招了你 你到底会不会来 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白了就是 所以那么其实对于今年这种情况 如果学生他真的是对这个学校很serious 想要就是想要给你的mission 那我们都会建议学生去尽可能的对学校 你的这个virtual visit 你的学校的这个newsletter sign up social media的这个关注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ed 很多就是至少你可以给到学校一些信息 让他们知道一些message 让他们知道OK 我是有做过功课 我是serious的 因为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 可能因为费用或者因为时间 我没有办法飞到你学校去参观 但是现在都online了 每个学校都有virtual tour 每个学校都有online info session 如果你都不去参加的话 那么学校怎么能够看见你的effort在哪里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年 就是对学生指导的比较细致的一块 那么最后一个12年级的成绩 可能有的学生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就是觉得哇我11年级努力就好了 12年级就是应该放松一下 就是应该enjoy 就是应该轻松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12年级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11年级的成绩有一半都缺失了 那么学校怎么办 那么如果你这个时候 12年级的成绩递交上去 这个对学校的评估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他们可以看到你的成绩到底是 往上走了还是往下走 而且12年级对于很多大学来说 是你最后一年可以get yourself ready get yourself prepared for college 所以如果你这一年反而松懈了 或者成绩下降了 那么学校他就会对你的这个potential 就真的会打一个问号 那么最后我解释一下 就是真的是分两步走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什么文书啊 这些整个创业 有这个有条不紊的 把你所有的每一份申请材料 都能够准时的寄出 你想每一个学校都有这么几个材料 然后还有这么多个 什么样的强的时间管理和这个organization skill 他其实因为本身的这个身体发育啊 各方面 实际上这方面可能对很多的学生 是比较challenge的 就是很多学生他就觉得 就是下一步该做什么 这都非常非常的正常 所以就是说在这方面来讲 我们也是为大家就是准备了 有30多步的一个流程 那么我们通过整个的一个 包括为大家制定的一个整个 然后还有申请具体的过程当中的 这些checklist 来保证学生在这个meet deadline 在提交其材料 材料提交准确正确上面 能够做到万无一事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creative process 就整个文书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 其实又用完全不同的一个技巧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需要你 很意思不够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发展性 需要有很多的想法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都有这个peer review 我们会有个panel 我们会一起来 几个顾问 大家会一起来讨论 那么就把我们申请最后 能够完整完美 保质保量的提交 OK好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 谢谢Erika老师今天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然后Erika老师可以放一下 我们的那个讲座群的二维码 那我们现在呢 如果家长有兴趣参加我们的微信讲座群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这个是我们的家长群 二群一群已经满了 所以已经入群的家长呢 就不用再扫一遍了 那新家长如果有兴趣想接下来收听 我们每周六的讲座 那可以入群 我们这个讲座链接呢 会在群里面发布 那如果家长有想要咨询任何问题 可以email电话 或者是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号也在下面 然后我们可以单独咨询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Erika老师 又是一次干货满满的分享 那我们接下来下周六晚八点 还是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的参与